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你种草了一条九分裤的话 可能模特穿着它刚好是到脚踝那个地方穿着很好看 但是买回来以后我们自己上身穿着它就很长 它长出了你的脚 然后你就需要把它卷着 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卷着的感觉 我觉得不是很好看 然后我希望买的裤子就是直接是八分裤或是九分裤那种 弄出脚踝是最好的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我的这些裤子 前面的三条就是我压箱底的裤子 它们都是我一年前买的 然后就现在最近都一直在穿的裤子 第一条就是这个黑色哪巴裤 就是我刚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大家不是说想看我的裤子合集吗 这条裤子也是给大家分享过的 然后现在就拿出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吧 这个裤子它是一个这种黑色的哪巴裤 是这个样子的 它这个因为它是一个这种八分裤嘛 所以穿在我的腿上的话是刚刚好到脚踝的那个位置 这个长度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然后它这个弹性也是比较好的 穿在身上比较显瘦 这条裤子的话我觉得穿在身上是比较好看的 我穿了有一年了 但它的缺点呢就是也是黑色裤子通病粘毛 但是我觉得这个我还是能接受的 就这条裤子我是真的比较喜欢 第二条呢也是以前分享过的一条裤子 就是这个蓝色的紧身牛仔裤 然后也有大家在问嘛 这条裤子所以我就也是简单的说一下吧 它上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八分裤 小个子穿着比较合适 就是没有特别的长 我觉得穿在腿上也是比较显瘦比较好看的 这条裤子它的质量也还不错 也是比较便宜啊比较平价 这条裤子我还是蛮喜欢的 而且它没有那条黑色裤子沾毛 它就是这种裤子的话 这种蓝色的裤子也是不沾毛的 那种黑色的就会要沾毛一些 第三条呢就是一个深蓝色的牛仔裤 我当时买的时候好像是49块钱吧 然后我上一次分享这条裤子 我去看了一下它是59块钱 这次我还没看 我等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 它现在是不是又涨价了 这条裤子我是买了三条 刚开始买的是25码 穿在我身上的话有一点点小 就很勒人不舒服 然后后面我就换成了26码 86码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 就穿在身上也是比较舒服 但是它拿到手以后会有一股很大的味道 就是我现在还记得它真的是很大的一股味道 就需要放几天才能好一些 那前面两条裤子应该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我记不太清楚了 因为时间真的太久了 这条裤子也是一年前买的 然后我这条裤子的话也是穿了有一年了 它现在腿上的话稍微有一点点乞求 然后是这个样子 它这个须须就是会这样掉出来 这条裤子的话也是我为数不多的穿的比较久的裤子 第四条裤呢就是我最近买的一条裤子 就是大家看了以后都觉得我很酷的那个裤子 就是这个工装裤 因为这种工装裤我是第一次尝试嘛 我以前是没有尝试过工装裤的 所以这条裤子我觉得还是挺喜欢的 它的这个长度真的特别的友好 就不会特别的长 穿在身上的话也是比较舒服 比较显瘦的 它因为是这种宽松的版型嘛 就可以把腿上的肉肉都给折住 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的 而且它的面料也是比较舒服的 它这个是一个这种季带 它的这个腰口也是这种松紧的腰口 这条裤子我觉得也还是蛮好的 第五条呢也是我最近买到的一条裤子 就是这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 它的上面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底下呢是一个这种卷边的设计 这个卷边的话我觉得长度是刚刚好的 如果是把它卷着 如果是不卷着 你要给它放下去的话 可能穿在我们的身上就会有一点点长 会有一点点丑 然后这条裤子呢 我觉得穿在身上的话也是比较有质感的 就是还挺显瘦的 这个颜色也是挺显瘦的 它穿的身上也是比较舒服的 第六条呢就是一条白色的裤子 这条裤子也是我喜欢了一段时间的 但是我最近没有特别的喜欢了 这条裤子的话就是 就是我刚刚开始做博主的时候买的一条裤子 也是探店的视频里面买的吧 穿在身上它不是那种显瘦的效果 但是是那种宽宽松松啊 比较舒服的比较休闲的风格 这条裤子我当时还是挺喜欢的 然后后面的话穿的就不是很多了 因为后面就经常夏天啊穿裙子啊 穿裤子有点太热了嘛 那种长裤子 然后我看最近的视频里面也有大家在问嘛 所以就给大家分享出来 这条裤子我是穿了有半年了 快 是差不多半年了吧 它现在是没有什么乞求的 然后也不会特别的沾毛 因为这种面样的话不会特别的沾毛 但是它就是有点不赖脏 因为这种白色的裤子都会不赖脏的 就很难的清理 第七条呢也是以前买的一条西装长裤 这条裤子是我当时做探电视频的时候 淘造的一条我觉得还不错的西装长裤吧 这条裤子就比较适合通勤的妹子 或者是上班的妹子穿 它穿这里是比较鲜瘦 而布料也是比较舒服的 这条裤子的话我觉得 嗯 性价比比较高 因为它的价钱比较便宜嘛 好像是六七十块钱吧 六七十块钱 布料也是比较舒服的 然后这条裤子和其他的黑裤子有点不同 它真的不是特别的沾毛 我昨天用可乐做了一下实验 真的不是很沾毛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还有一条呢就是一个黑色的拖地长裤 这条长裤呢 因为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满意吧 所以我就简单的提一下 这条长裤它的面料真的特别的舒服 就是那种天四面 穿得实际上很透气 但是这个长度的话 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缺点 因为它的长度太长了 在地下还要多出这么一些 如果是高一点的妹子穿这条裤子 应该还挺好看的 然后它的缺点呢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沾毛 这种黑色裤子的通定 但是那个黑色的西装长裤 还是真的不是很沾毛 这一次呢就是给大家分享 这一次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了 我的七八条裤子吧 这些裤子都是我穿的 有些裤子是我穿的比较久的 然后有些裤子是我最近买的 我觉得还不错的 所以就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前一段时间 我是做了一个那种 炫哑风长裤的测评视频 那一段时间好像炫哑风比较流行 然后我也就跟风了一段时间 后面我回过神来 觉得那种风格确实不是很适合我 然后我就 这一次就没有把它们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然后所以大家也要 你热种草 就不要跟风去喜欢一种东西啊 如果是你真的特别特有的喜欢的话 可以买回来尝试一下 那一段时间真的是 所以那些裤子 现在就堆堆在我家里 我回了 那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希望能够关注我 并帮我点赞投币转发收藏一下吧 拜拜